大家好,我是莎姐 黑了一點,因為這裡只有一盞燈,沒什麼所謂 今天莎姐很累 因為4點多起床 在酒店出門後,坐在5點10那班JR 由小樽去到雜房 雜房只有20分鐘轉車 連便當都買不到了 去廁所連便都買不到,所以就上車 然後一直到網走 由今早6點到12點3 總共坐了6個多小時 所以很累 加上我牽著大行李 下雪是走得慢一點 而且有一個行李是更難走的 所以今天很累 到昨晚又沒什麼睡 這些就是我以前去旅行 是睡得最好的 因為香港的事你不用想 以前香港的工作 你都走了,人都飛走了 他們的同事又不會找你 所以是很安心的,睡得很好 但是現在就算來了,日報 有時候也是睡得不好 有時候看到一些消息 看見你們聖誕有去搞人 你沒事吧 又說和你購物不讓你們購物 又呼籲一些人 我聽到就是說 呼籲一些人不要去消費 不要去消費 你知道他們的習慣就是 他叫你們不要去消費 就不是叫你自願地不要去消費 是會阻礙你去消費 他們的慣例就是這樣 他叫你罷工 他不是有你自願罷工 是阻礙你上班的 所以我有點擔心大家 所以昨晚又是睡得不好 你們還有幾天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節奏都很忙 因為上次我出發前 我都看過他們的節奏 一月一日都還有東西玩 但好像現在就變成要行上 每天晚上和你們玩 總之紅色假期就和你們玩 所以我覺得很不安 我只會想一下 你們在那邊會怎樣 有時候我又會想一下 你們聖誕節有沒有階去呢 是否還是要留守在家裡呢 我又會覺得 你們很辛苦 所以昨晚就一直在那裡 滾滾滾滾 又怕他去聖誕 喝了酒很興奮 又怕他亂搞人 所以就有一點睡得不安樂 那今天呢 在乘車期間 因為太多時間 就在那邊聽 聽東西 聽到一個挺好笑的笑話 阿邵家俊 真的很好笑 什麼監獄七大訴求呢 嘩笑到我 撕了出來 嘩好錯 好錯 我的車不是很膚 其實是很刺的 因為沒有人去這些荒山營禮的地方 那是很刺的 所以撕了出來 大家也不太覺得 我真的瘋了 監獄你也還有訴求 你沒事吧 他第一個訴求 就像說要寒書入境 然後呢 我次序不排名不分千後 寒書入境 要入鑑創 然後就說 書本的數量 不可以每個月只有六本 然後就說 要改善洗澡的水壓 然後又說 要 不可以拆他們的信 然後還有些什麼 好像都是一些小的東西 但這幾個已經夠我笑了 喂大哥 你要走出來幹什麼 喂你在那裡 真的難聽點說 不如你實證說得白一點 我想要姐姐你陪我 就更好 你說我要監獄要提供 要有個性服務小姐 來服侍你 不如這樣說 好嗎 直接一點 水壓忽冷忽熱 有什麼問題 我日本這裡的酒店都是這樣的 喂你坐牢 要不要我要按摩池給你 要不要溫泉水 然後她之前又說 食物難吃 醫院的食物難吃 你想怎樣啊哥 你以為你給錢啊 喂你給錢 就說可以五星級服務 你真的給了一塊錢 就不懂服務 你不是嗎 你坐牢 你犯了法 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剝奪你的自由 對吧 喂 我們醫院的難吃 你需要不要 好像要請教署的人 好像醫院的護士那樣 給中國賣紙來 你說要吃什麼 幫他們安排大賣 好嗎 然後你就負責給錢 多餘 有本事 不要吃監獄餐出去吃 對吧 你不吃飯 你不去吃飯 你就可以到處吃也行 這個不只是對小家瓶說的 也是對你的小朋友說的 監獄就是這樣的 有得要求嗎 沒有得要求的 辛苦 是辛苦的 沒有自由是沒有自由的 誰叫你犯了法 你想想犯了法 你打了別人 或是 打破了別人的東西 不用你賠錢 不用你 你就要給我剝奪自由 要是你賠回所有的錢 還要賠利息 你要知道 你打破了別人的商店 你不只是賠回裝修費 別人的盈利額 然後 員工的支出 你全部都賠了 你賠得了嗎 現在你不用你們賠 你就要坐牢 就要沒有自由 對不對 這個很公道 然後他又說 不可以看他私人的信件 不要天真 你能進去 你就沒有所有的私人 沒有所謂的 我怎知道你裡面想通什麼 對不對 我怎知道你到時候 會不會說 我爆了其中的阿Sir 那些東西 或者爆了其他一些東西 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要拆掉所有信 喂 怎知道你會不會 不拆你的信 你怎知道裡面 會不會包了毒品 在裡面 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拆的 你不犯法 就不用別人不理 你就有資格說私人 這個根本就是這樣 唉 真是好笑 我覺得他 你真是說 到監獄好像是到的 你要搞清楚 你在監獄有做事 有糧出 就算有些監犯 也有糧出 你想想我們津貼了你們多少 就正如我們看醫生 我們給一百八十元 急症費 其實那些醫生 護士 藥 那些全部都爆了 其實政府每一個人 好像津貼了幾千元 你看一看急症 政府津貼幾千元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們坐牢 我們不用津貼 你坐牢 我們一樣要給你們 還有阿兆先生那個 好搞事 如果莎姐沒有記錯 應該就沒有記錯 但是因為那個 你知道現在的 新聞報道院 稍為一有利於他們的 那些 稍為一會被人坐牢 就馬上消失到無影無蹤 我記得有個報道說 政府不打算追回那八個月的聲音 據我所知就是 但是在哪一份報紙 或者在哪個網 都看到我就不記得了 因為你知道 一閃即逝 不用等第二天就不見了 你放了兩小時就不見了 所以如果大家找得回 你可以再看 所以你想想 他還在賺九萬多元一個月 反過來 我代理進去八個月間 你每個月還給回九萬三 那些福利你都拿回 好不好 說一下人話 還嫌難吃 你九萬多元 你膽敢嫌難吃 你想想你坐牢 你還有九萬多元豆 你膽敢說難吃 你沒事吧 你還要求什麼龍虎啪 什麼龍虎啪 要咸書 不如做一部iPad給你們 每人一部 給你們無限上網 好不好 給你們打機好不好 然後再做一部蛇姐給你 你喜歡打骨也好 喜歡怎樣也好 好嗎 神經病 你沒事吧 你坐牢就是這樣了 坐得那麼舒服 每個人都進去坐牢 你沒事吧 你知不知道日本 監瘡 經常都會爆 是老年罪犯多 其實所謂老年罪犯 其實他們不是犯了很大的事 是因為他們老娘 又沒有人照顧 又要生活那麼麻煩 他們就索性 索性 不如偷東西 不是很多 可能是偷麵包 那你就坐牢 那又有人照顧 一段時間 那出來就再偷東西 就繼續坐牢 那又有人照顧 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舒服的話 你那個人沒有屋住 不如入監瘡吧 監瘡有瓦 遮頭有食物 只是每天回到工場 做手工 然後還有糧 還有一個煙仔 只有兩隻味 給我就會咳不去煙仔 這麼多話說 你屬當然是給你吃煙的 煙仔的錢都是我們納稅人出的 你還要求有味 還要求有這麼多味道 大家要搞清楚 大家納稅人要搞清楚 其實那些監犯都是我們給錢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人 他坐完出來還跟我說這麼大的訴求 坐完出來還在壓支壓床 他每個月在監瘡賺9萬多元的話 你是不是想打他 我真的想打他 你9萬多元 反正你看立法會 你也是不做事的 跟監瘡有什麼分別呢 監瘡還有人照顧你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看清楚 你想一下 那些梁尤 然後呢 尤瑋貞和梁尚恆 好像傳說中 還沒有追回過夠錢 還有幾個 四個DQ了 追回 追回部分 但好像現在都好像 還是什麼 不了了之 政府做事 你看看現在這些 那些泛民人不會出聲的 我覺得政府是要做事 你這樣 如果他們不做的話 要不就 叫他們坐錢債監 要不就沒收他們所有資產 不要讓他們再這樣搞一會 這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都抄得回那段新聞 就投放在下面 我們唱爆它 如果大家找到 尤瑋貞和梁尚恆 最新消息 究竟還了錢沒有 那四個DQ的幾個 現在還錢還到什麼情況 我們要抄襲政府 喂大哥 你想一下 尤瑋貞和梁尚恆 已經一百八十幾萬了 加上 如果加上那些 劉小偉那些 應該不少 如果邵家中的八個月薪金 以為他吐出來 你想一下 都差不多七十幾萬 因為其實議員 約滿了之後 有十五個Percent 約滿籌金 那你想一下 如果他拿回來的話 其實 就是派回給其他 可能令售業 那些 或者派回福利 給其他 現在受經濟影響的人 其實 都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能派監 都已經派到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拿回來 他們搞出來的 對不對 那這次講到這裏 好 拜拜